减守性医生的成长与学习都在台北 却一路设台北到花莲 再到嘉义大林 1980年代 投入整形外科的医生非常少 工伤意外 烧烫伤 或是先天畸形重建 都是减守性三天两头要面对的 三十年过去 当年的年轻医生 现在已经是台中慈济医院院长 他带领医疗团队时 总是强调站在伤者的立场 招出痛苦少又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大林慈苑时 因为偏乡长者多 行动不便 减守性深入社区探望病患 把网诊当成例行公式 在台中慈苑 更带领团队 为独居病患打扫住家 鼓励病人改善环境 这样的一个居住空间 怪不得他会生病 怪不得他永远没办法站起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 集合着全院的力量 还有我们师兄师姐的力量 让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改变 让他的一个未来也会有一些转机 全局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一切 由鉴于公卫知识不足 常因错误观念造成遗憾 坚守性2001年开始 跨界主持电视节目 大爱医生馆 将医学和历史 艺术相结合 传播健康观念 2014年 更获得金钟奖 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将冷硬的医学知识 化成妙语如珠 堪称医界第一人 简守性 大爱医生馆 简守性如何走向人医之路 以及在医疗现场的人生体悟 全都收录在 大爱医生馆一书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